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1日 这是林小河南投资理财的第483集 现在是凌晨0点37分 目前美股道琼小涨 NASDA小跌 美股已经连跌好几天了 跌到大家越来越没心心 越来越悲观 我都跟他们讲 下跌不是正好可以买到低点吗 但是这时候没有人听得下去 逢低买进的道理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无法克服内心的恐惧 很多人都在误 美股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现在该怎么办 会跌到什么时候 逆空反应完它自然就会涨了 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你不敢逢低进场 定期定额不敢继续扣下去 那就只有等待机会 等它涨上来的 我还是觉得现在美股是低点 是进场的机会 我定期定额还是一直在扣 这是12月19日 我扣的定期定额基金 你看我定期定额不中断 一直逢低在扣款 没有错吧 定期定额投资基金 扣款就是不能中断 我就是这样做的 是不是 别担心 我相信美股它一定会涨回来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